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会一直轮回生死 因此我们必须断贪嗔痴 解决三毒 才能真正地修行解脱 世间一切皆是无常的 不值得我们这样痛苦烦恼 不值得我们这样执着 不值得我们伤心落泪 这个世间必须远离 必须放下 放下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试着把自己和称念分开 不论何时称心生起 我们都不会再受它摆布 佛法可以处理我们的烦恼 我们心中的贪嗔痴等毒素 在处理消灭三毒的过程中 我们内心原本的善性就会显现出来 我们要培养爱与慈悲 来对质称恨 开拓我们的心智来克服与痴 显现知足的善性来对贪婪 当我们降服恶面时 每个人本具的善良根性就会展现出来 如果我们能在心中培养起爱与慈悲 并观想着因此将快乐传播出去 就能促使我们突破充满着分别心 执着心的心胸 增强了我们放下不执着的能力 我们为什么会不断轮回 主要就是受到欲望 贪爱的心所说服 只要懂得放下 就可以脱离这身身世世的轮回 这便是修行的关键 修行的最高目标就是清静 一颗清静无染 充满慈悲与智慧的心 表现在外的样子 就是看破 放下 自在 随缘 迷惑贪值的人 杂念多 妄想多 而懂得放下 已然觉悟的人 心地清静 没有妄念 心地清静 牵挂 忧虑自然会比从前少 这就是进步 就是修行的成果 随缘 世间没有放不下的事情 只是肯与不肯而已 放下就是到 放不下没有道可言 凡复圣人之分别 在于放下与放不下 放下来就会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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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和他的生活 和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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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的不下风 当我们与他人共同生活时 我们应该要注意到别人的立场和想法 而创造出和谐 就像合唱一样 你不能只注意自己在唱些什么 更必须实时注意他人之间的协调性 创造和谐生活的第一步 就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 内心的和谐往往是来自于知足 而不是来自外在的情境 因为外在的情况 永远不会完全如我们所愿 世间唯一的真实 就是无常、苦、无我、空性 要寻找完美的世界 就要从内心去寻找 例如拥有情感的独立 心灵的知足时 情感便能独立 能够去爱别人 而不是要求爱 爱别人不应该考虑回报 爱的能力应该是我们心灵本有的属性 如何让生活变得更有利益 更有效益 就是懂得去关爱别人 我们要培养善心 培养安忍 忍受生活中所有的逆境或烦恼 与人相处困难时 必须告诉自己 这是我过去世的恶业所感召的果报 过去我也曾经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人 多以慈悲心去看事情 心境自然就会有所不同 我们的心可说是智慧与生活的训练场 因为和别人相处 就有可能产生纷争 我们应该去了解别人眼中的自己 因为这样才能真正地认清自己 并且反省 修改自己可能的过失 这也会让我们生起对他人的慈悲 因为我们知道 人都有自己痛苦烦恼的地方 而处理苦的唯一善巧方式 便是正视它 把它当作是一种学习 音乐 在佛法上彼此帮助支持 能让共同生活变得和谐而有意义 共同生活的原因 应该是要以悲心和慈爱 彼此相扶持 培养并修持善心 让生活中充满和谐与慈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首祭祖宗中 便具足了诸佛 辟知佛 辟知佛 相传这个世界先后已有七佛出世 世家牟尼佛 世家牟尼佛则是第七位出世的佛 七佛的共同教界 皆此一记中 因此 这就是一般所谓的七佛通记 如果仔细思维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这三项教室 是有先后次第层次的 排序第一的诸恶莫作 就是离弃一切恶行 绝不造下深夜 雨夜 异夜等三恶夜 如此一来 即使今世无法得到成就 解脱 但不造恶业 受持五戒 则不失人生 这样来生 仍有机会继续修学佛法 不造下恶业 其实也是一种累积福德的方式 法剧经如是说 民难运有为福 少遇知足为福 命中积得为福 离一切苦为福 佛陀佛也教导我们 在任何情况下 都应保持自觉 紧密守护自己的心 因为恶往往都是由深夜 雨夜 异夜中生起 因此我们必须学习佛法 以此作为言行的依规 而不是让心 随着世间法而活动 当我们面临死亡 肉体坏面时 什么才是自己 真的能够带走的事物 答案很明显 唯有恶业 善业而已 若是真的爱惜自己的生命 就请从当下弃恶 止恶 为自己多积聚福德善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论是生、雨、义 都不犯任何佛法上的措施 无论是生、雨、义 都不犯任何佛法上的措施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慈悲至夜云林观音讲堂 05 633 1565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 南投分会 纪念释迦摩尼佛圣诞 玉佛节 即庆祝母亲节 举办感恩习灾祈祈福法会 恭请赞山法师祖法 日期5月14日 星期日上午8点半 戒纱如树、雾生、点灯、供水 即殊食饗宴 法会地点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8614 驾询电话 南投分会 049 256 1311 049 256 1311 草屯分会 049 231 5999 049 231 599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一共募福恩 10至今日 4月每年在农历圆月9日 都要举行公佛摘天法会 送金礼菜 施舍禁食 以供养十方三宝 护法天神 天将的24位代表及其随从 佛教徒虽不归依诸天 然礼敬诸天 这是因为诸天归命佛 且奉行正法 修诸善业 不作恶业之缘故 明代开始设立奉制 24 诸天 指的是佛教的护法诸神 又可称为诸天会神 自古列十六天下 各有所主 以其有护佑佛法的大能 后来又增设日神、月神 梭节龙王及炎魔罗王 因日可破岸、月可照夜 龙则密藏法宝 研魔掌管幽名 故加此四为二十天 二十四诸天通常供奉于大雄宝殿东西两侧 它们的依奉刺叙事 功德天、辩才天、大范天王、第十天、四大天王 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文天王 日天、月天、金刚秘基利士、摩西守罗天、散之大将、韦托天、监牢地神、菩提树神、鬼子母、魔力之天、梭节罗龙王、炎魔罗王 以上二十天来源于金光明金、鬼神品 景大罗王、紫威大帝、冬月大帝、雷神 现将二十四诸天顺次介绍如下 一、功德天 功德天即吉祥天女 因译为摩科势力 势力有恶意 功德和吉祥 合起来就是大功德或大吉祥 大功德天在费陀时代就受到信奉 为婆罗门教的天神 而在佛教中 他成了披萨门天的妻子或妹妹 其父为德叉家 母为鬼子母神 以《金光明最圣王经》记载 他住于北方披萨门天王所居之财臣 据该经所述 大功德天在前生种下许多善根 只要今世之人念此天女的名称并供奉 即可以其功德 使其愿的人五股丰收 财宝充足 一切衣食皆可满足 随着《金光明经》的普及 人们对于功德天的信仰也日渐兴盛 《大吉祥天女十二名号经》还记载 它有十二个名号 吉庆、吉祥莲花、岩世、聚才、白色、大名称 莲花眼、大光耀、施食者、施饮者、宝光、大吉祥 信徒若能够受持、读诵这十二个名号 并如法修习供养 就能够消除贫穷业障 得到富贵 其虽为天女 但却有出地菩萨的正量 畏度众生 而现天女行 据陀罗尼吉经记载 形象深白天人像 头戴花冠 左手拿如意宝珠 右手劫尸无味印 《大吉祥天女咒》是早晚课诵集中十小咒之一 念诵此咒语可以使修行者克服经济上的困难 并能造成正果 佛教专门以他为本尊 做攘灾招服的法会 这种法会被称为吉祥燦果法 今天是六斋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栽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相由徒生 不观听歌舞 不非时时 也就是持斋或舞不时 随行您的功德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请收看 般若讲座 阿弥陀佛 今再继绝 今发生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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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喘地噢 泡泡泡 passat 喚喚喚喚喚喚喚 喚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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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喚� 那麽同樣的請主委法有持續的持咒 就像剛剛咬了一聲鈴在這時候應該專注的觀想一個例子 並且是